欢迎收听财经平方After Meeting Podcast 现在录制时间为台湾时间10月21日下午5点30分 本次的主题是流动性紧张上演中 以下为友战新品推广 你准备好2023的新的规划了吗 今天分享一个特别的好物 是JC财经观点的Jenny 还有IEO国际经济观察合作推出的2023招财力 这是台湾第一本专属于财经爱好者的日历 内容扫描过去觉得非常的丰富 除了内页有很多插画之外 这本日历每天会介绍给大家不同的经济指标 财经名词的意义 还有财务数据该怎么看 还有世界上各个产业重要公司的产业地位 还有发展方向 如果你想了解投资大师在说什么 上面也有投资哲学经典著作 其中有不少像是COVID的重大财经历史事件 帮助大家健网之来 有了这一本除了可以帮助你每天形成规划的基本日历功能 内容超过7万字 像是一本365天的财经知识科普书 现在在哲哲平台上开始募资 现在是早鸟优惠 听Jenny说早鸟已经快要结束了 他们希望制作这一本日历 可以在2022年市场动荡的时候 给大家带来的好运 能够在2023年用知识招财 用行动致富 详细内容可以到资讯栏年节 点击参加这一次购买吧 按下订阅后我们就开始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财经运方的Rogen 这个礼拜消息蛮多的 那我们今天10月21号 我们听到市场最大的消息 就是刚上任45天的英国首相 Trust特拉斯 资金下台了 那英国又陷入了震惊的一个困境 虽然说他这个45天 其实蛮多风风雨雨的 我们从9月底的创办特辑 然后还有我们的研究员Dylan 在Parket里面就有陆续讨论到 英国面对的种种的危机 那是成熟国家里面最严峻的 那我们Vivenda之前也有提到说 英国现在发生的状况 其实可以成为全球成熟市场的一个缩影 那想要了解这个英国的这个45天 或是接下来的财政跟货币 他们过去到未来 我们是怎么看的呢 可以到粉砖看一下我们帮大家整理的整理包 那我们放眼到全球的经济的脚步 前一集我们也有提到 联合国开始关注了经济衰退 甚至连联准会的官员都有提到 接着呢 IMF国际货币基金呢 也发布了这个预测 他有讲到全球经济要面临衰退 那我们大家很常看了Bloomberg 甚至说衰退几率100% 那看到这样的市场避险情绪啊 那同时也推升了一直在关注的美元 美元又回到了110以上的高位了 日元呢来到了150对亿美元 那台币也扁到了久违的32对亿美元 我们开始嗅到就是短期会有流动性的危机了 因为知识体大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 民邦两位研究经理Ryan和Vivienna 一起来跟大家聊天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Ryan 哈喽我是Vivienna 好两位好像是第一次一起录音哦 以后可以多一点这样 还是你们两个就自己开始就好了 减轻楼顶 还是你们一个当主持一个回复就好了 我可以休息一下 我帮忙在旁边按录音键好了 好今天节目会很精彩啦 因为两位这个研究经理一起来尬聊 所以想必会有很多东西是大家心里一直在想的 那我们好好来拷问他们两位 在节目开始前呢 还是请Vivienna 帮我们回顾一下本周的行情重点哦 好这礼拜的行情呢 其实美股这边是持续在做反弹的 从前一周公布CPI的那一天 S&P跌破3600之后就一路在往上下 狂啦 对然后欧股这边也是同步的在走高 尽管欧洲这边的动荡是比较大的 那反而是新市场这边表现是比较弱势的 包括说我们看到鹿股在这一周的20大会议之前 先反弹了一波 先庆祝 对这一周又下去了 那台股方面的话则是在万三上下震荡 那这礼拜是收在万三之下 那波动比较大的其实还是在再次跟会市啦 那再次这边的话 十年期美债跟两年期都是双双创高的嘛 一个占上4.2一个占上4.6 导致说这个10Y减2Y的利差是进一步的倒挂 那另外这礼拜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十年期减三个月也倒挂了 这是我们之前有一直在提到的一个利差 那这样的一个数据走向 其实又让市场又开始重新在讨论衰退几率的一个问题了 那除了再次之外呢 会市方面啊 金美元指数这个礼拜是大致持平在113左右 可是呢非美货币的呃表现还是比较弱实 尤其是在亚币这边啦 这个礼拜我们看到是台币扁破32嘛 日元扁破150 人民币又在扁破呃7.2的状况 OK好 谢谢别人要跟我们回顾哦 基本上大家现在听到还是会有点担心 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在市跟会市哦 是不是接下来可能就是各大美丽讲的衰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第二个好好来聊一下 今天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会针对经济衰退担忧的议题来讨论 那市场悲观的情绪啊 慢慢在攀升了 我们会用INF开始来跟大家来分享 全球的经济面临什么样的难题 第二个部分呢 美国在公布CPI之后啊 联组会升息几率又再度的大幅攀升了 那美国现在流动性发生了什么问题吗 我们又观察到了什么呢 以上的内容呢 都在我们最新出的快报 快报名称叫 财政与货币政策矛盾下 流动性紧张正上演 我每次念这个 课报标题好像都很 很正式的感觉 好不管啦 大家快点到这个 NPV的官网来看一下我们这篇的部落格 跟着我们一起读下去吧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了 好的马上进入今天第一个主题了 INF呢下修经济成长了 许多机构学者啊 也发表非常多这种市井的言论 大财源啊 失业草啊 明年更严重这些 比比皆是 想问比较哪 这一次INF的报告 跟过往的预测有什么不同吗 OK 这一次INF的报告啊 其实我先讲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啊 就持续在下修 那虽然说他对2022的GDP 是维持在3.2% 但是2022年也快过完了嘛 对 那他其实这一次呢 主要持续在下修 明年的一个GDP增长 全球的经济成长 从前一次的2.9 持续下修到 又下修了 那这一次的下修 其实创下疫情啊 然后2008年跟2001年以来的最低预测 那其实这一次 比较特别的啊 是他对于衰退的一个预估 有做比较多的说明跟阐述 那INF这一次他讲到说 接下来会看到 大概43%的一个全球的经济体 会在今年到明年的期间 面临到技术性的衰退 这个技术性的衰退 那他有写出他的定义 就是失支的GDP 连续两个季度的收缩 那这个比例其实比上一次 他7月份公布经济展望的时候 大大的上锈一倍 也就是说上一次 大概可能才20%的经济体 会面临到技术性衰退的状况 但是现在是几乎 他觉得说几乎接近一半的经济体 对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那这个43%的一个经济体 其实占全球的GDP比重 就来到三分之一左右 那另外呢 刚刚讲到说 对于2023年的GDP 是在下修的嘛 其中成熟市场跟新市场 分别下修了0.3跟0.2个百分点 明年分别是成长 1.1%跟3.7% 那可以看到说 成熟市场这边啊 其实最主要下修 就是在欧洲这边啊 包括说欧洲最主要的经济引擎 德国的部分 明年的GDP成长 就大幅下修了1.1个百分点 到负的0.3% 直接负的 对直接是已经进入到衰退区间了 那新市场这边的话 则是普遍都也是在进行下修 大概是0.1到0.3百分点不登 另外呢 其实这一次IMF的一个经济展望 跟过去也比较不同的是说 它特别提供了 就是第四季的一个GDP YY的预测 它过往大概都是会讲 比较常讲的是全年嘛 那这次特别去讲说Q4的一个状况 因为其实这一次充满 非常多不确定性的状况 其实大家会 比较会想要去一个一个季度来去看 那其实这一次呢 2022年Q4啊 全球GDP增长 成长其实就已经 只剩下1.7个percent了 那全年的话是2.4嘛 但是Q4已经只剩1.7了 那我们以全球的GDP 维持在2个percent的这个标准来看 这个2个percent是 IMF在过去的报告一直在提到 就是说全球经济增长 要落到2个percent以下 其实是非常罕见的 OK所以2个percent以下 对它来讲就已经算衰退区间了吗 对过往出现这个状况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都是在全球衰退的时候 所以我们会发现说 其实全球经济确实是越来越弱的 那另外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各个国家来看啊 Q4的一个表现 其实也都比2022全年来说还要更差 对然后明年的一个Q4 反而普遍比2023全年的预测来讲 是好一些的 所以你用这个一个路径去推过 会发现说 其实IMF对于经济成长的一个路径 普遍的低点大概就是落在 今年的Q4到明年的上半年 会是比较糟的一个状况 那这跟我们之前预测的一个路径 其实是差不多的 OK那我想问一下 刚刚Viviana一开始就讲到的 IMF看起来好像比之前 又来得更悲观的一些 那我想问是 你认为IMF是发现了什么样的数据 还是根据哪一些局势 而做出这种衰退警告呢 这一次IMF其实他还是不断在强调 全球警器是偏向下行的一个风险 其实他从上半年就一直一直在讲了 那这个下行风险 其实IMF的习惯 他们就是会把这种官方的文件 把所有的可能全部列出来 Review过一遍 对对对 所以他其实像是政策失误啊 通膨压力啊 债务危机 欧洲天然气的断供 然后中国复苏不预期等等 这种非常多的因素 其实他都是一直在提的 那这次当然不例外 也持续的在强调这些问题 那我就讲 我自己觉得比较特别的 跟是比较需要担心的有两点啦 第一点的话 还是在政策失误的一个 风险跟通膨压力上面 那他这次提到说 其实所谓政策失误就是说 你过多或甚至过少的一个紧缩 都有可能是对全球景气 造成下行的一个风险 都算失误 对 那其实现在大家普遍在担心 也是觉得说 连城会升息甚至太过了 会导致压抑经济的一个状况 可是IMF却认为说 刚刚讲的这个过多 或是过少的升息 造成的这个风险 它其实不是对称的 不是对称的意思 就是说他觉得反而是 过少的升息 破坏力可能会更大 就是说这个容错的空间 可能更小 因为呢 其实我们去看啊 就是说各国的一个通膨预期 好像现在看起来 有在降下来嘛 就不像上半年 这样一直创高 譬如说美国的 密大的一个通膨预期 它虽然是 这一期有在往上 可是基本上跟上半年 三个percent以上 比它是在往下走 有点回落了 对对对 但是呢 其实通膨的一个预期 是越来越分散的 也就是说它的可能中位数 看起来是好转 可是呢 其实 有越来越多的预期 通膨会走低的同时 也有越来越多的预期 通膨可能会更高 所以这就是一个 非常不明确的一个公式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通膨预期脱钩 就是所谓的 The Anchor的状况 就有可能会发生 所以这是为什么 IMF认为过少的紧缩 它造成风险是更大的 更大 嗯 然后再来就是 第二个跟过去 比较不同的 它提出的一个 下行风险的重点 我觉得是 在强势美元的一个压力 对 它这次特别提出来 那其实除了 刚刚讲的通膨预期之外 各国的一个经济成长预测 也是呈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 整体是在下修的 可是呢 这个下修的一个过程 是来自于有些地方 特别特别弱 嗯 例如说欧洲 那这样子的一个海外经济 呈现非常分歧的状况 就导致了强势美元的一个发生 就是我们常常 呃 讲到经济差的一个部分嘛 对 所以强势美元 对全球经济的 呃 影响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呢 那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的话 就是跨国关系的一个紧张 因为我们知道汇率 它其实国际贸易 非常敏感的一环嘛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 呃 输入性通膨的产生 那这个其实在现在非常多国家 都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已经是在高通膨的环境 已经是输入性通膨 对已经是通膨 又再来一个输入性通膨 所以尤其是在能源的进口国 例如说呃 日本 虽然说日本 他可能因为自己本身的通膨 没有那么高 所以一定程度的抵消 可是呢 呃 像欧洲就会非常非常严重 受到这种输入性通膨的冲击更大 再来第三个强势美元造成影响 就是在新市场的债务危机 尤其是对于这些持有美元 计价外债为主的国家 他们的风险是更大的 OK好 谢谢Vivi 从今年开始啊 其实这个风险啊 衰退啊 这议题就一直都在投资 或是金融业被提出 我们看到最近就是英国嘛 它的公债危机 那金融业的大型的银行 就是瑞士信贷 然后最近的危机 Vivi你觉得这样子的危机 不断的爆发 会扩大成所谓的系统性风险吗 嗯 我觉得现在其实各国的一个金融压力 都在攀升 尤其是在欧洲 你过往可以去看 就是联伦会在升级的时候 好像压力最大 是新兴市场 可是这是在欧洲 不管是这种成熟的西欧 或者是东欧 这种新兴欧洲的一个部分 金融压力攀升幅度 甚至新兴欧洲攀升的幅度 比其他新兴市场还要来更高 OK 但我觉得这个状况 要说它可能扩大成系统性风险 应该是不至于啦 因为其实这一次IMF 它的一个金融委定报告 也有针对大型银行 做了一个金融压力测试 去测试它的 第一类Tier 1的一个资本市主率 是不是在压力测试下面 还能够维持稳定 那这个资本市主率 基本上就是要去确保说 这些银行的一个资本 是能够维持稳定的一个 营运状态嘛 那这个资本市主率 第一类的状况的话 巴塞尔协定是规定说 至少要维持在6% 金融海销之后 他们是有上调啦 原本是10% 那我们可以去看说 IMF这一次的报告 其实2021年的时候 就行情很好嘛 经济很好啊 其实所有的银行 全球所有的银行 几乎都符合标准 但是呢 这一次的一个压力测试 IMFG测试说 在景气谷底的时候 也就是说最糟最糟的状况 成熟市场这边 未达标准的银行 大概有10% 新市场大概有30% 所以压力比较大 还是在新市场这边 对 那你说会不会造成 系统性风险 其实要去看的是 那个GSIB 就是 全球系统性重要的银行 就是大刀不能导的 这些银行啦 那其实这些 大刀不能导的银行呢 就是它未达标的一个状况 在景气谷底的时候 大概只有10% 而且不会有银行 是落在4.5%的 资本市主率以下 所以听起来还好 系统性风险 现在听起来 还没有到这么严重 对 因为其实在金融海销之后 对于这一类的规范 其实是越来越严谨 其实Delen 研究人Delen 有在之前的话 也有提到嘛 就是 你现在讲到欧洲的债务啊 看各大央 各个经济体的央行 会不会有出事 在欧洲现在来看的话 它本来就把这一个 债务的也转嫁到 欧洲央行了 所以 看起来在欧洲的 各国之间的商业银行啊 或是他们自己 本身的央行来讲 现在看起来 还没有到这么严重 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观察啦 对 好 那我 接下来我想要聚焦到 几个经济体 前两集提到的英国 那这一次 这个礼拜的 这个 我相信国际政经焦点 也都是在英国 10月20号 刚刚提到了 最新的消息是 Trust下台了 那他也先弄走了两位 这个内政部长 跟财政部长 那VVS 帮我们更新一下 这是英国的 这个货币政策 和财政政策的冲突 会不会因为他下台 而有一些转向呢 嗯 英国其实他在这一周 就是取消一系列的 之前退出的mini budget 包括说公司税啊 个人所得税 减税 三减能源 补贴等等的 所以这一系列的政策测绘 其实是有让英国 短期他的一个 财政跟货币政策的 矛盾是缓解 你去看英国 十年级贡摘 他没有继续再往上 终于舒缓一点 对 不过我们之前 其实在英国的 那篇快报里面有提到 就是说我们觉得 英国现在他的一个 矛盾现象 很可能是全球的 一个缩影 就是也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状况 有可能会在 其他的经济体 再持续的上演 嗯 例如德国近期 其实也是计划 要推出2000亿欧元的 一个财政刺激 那德国做这个举动 其实就遭到欧洲 非常多 其德国家不满嘛 嗯 那他觉得说 德国去做这样的一个 举动跟英国一样 会让整个欧洲 都进入一个 能源补贴的一个竞赛 等于其他国家 也想要去补贴 因为德国已经在补了 对那为什么说 能源补贴的一个竞赛 是呃 大家不想要看到的 一个状况 其实英国已经 开了一个先例 就是说 你去做这样的一个 财政刺激 在现在的时间点 会造成非常大的矛盾 那这个矛盾是因为说 你做这个财政刺激 你一退出 你已经在这个 紧缩的环境底下 你还要去做举债 你就要钱嘛 对你最债件的买盘 谁要承接 再来就是说 你去做的这个财政刺激 跟呃 对通膨的影响 他对现在的货币政策来讲 他的一个政策目标 是背道而驰的 是 因为你在现在 这么高通膨的一个环境底下 你再去推升需求 那你的供需要 到底要多久 才能够回到平衡 因为通膨也被推升了 对对对 就是说地研 就我们之前有讲到说 这种需求破坏的效应 来去发酵 再来就是说 能源补贴 他其实会去延后 货币政策 对于通膨的一些反应 是 有点像是70年代的时候 美国尼克森 他去做一个 冻结工资跟物价的一个政策 是 这个他做的这个政策 其实非常致命 因为他导致联准会后面 一系列的政策事务 就是他一个通膨没那么高 就是其实 echo到前面IMF讲了 就是过少的紧缩 造成的下行风险 其实可能更大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引发了 史上最严重的一个 停滞性通膨危机 OK 其实像听起来的话 现在的经济的风险 其实不止在英国 然后还有德国 其实整个欧洲 都因为 不管是战争 还是说现在的 这个能源的问题 都已经到了 好像这个经济 有点到风雨缥缈的边缘 我们来看这个 欧洲央行 今年7月 他启动了这个 11年来首次审息 结束长达8年的 这个负利率 其实欧洲每一次审息 市场都很小心看待 最近欧洲央行 所谓这个官员 他也发表看法 提到说 利率升波了3% 也不意外 那Vivi你是怎么看这个 其实补充一下 为什么大家会 这么关注欧洲的 货币政策调整 因为通常我们会讲说 连欧洲升息 那代表说 全球的一个 就是可能崩盘 的一个状况 衰退的情形 我们常常讲的 就是欧洲 就是最后一个 对 因为欧洲 其实都是 最慢去做动作 好 那我们讲一下欧洲 欧洲近期的通膨 大概来到 9.9% 就是他 眼看就要突破 双位数了 那其实有很多的一个欧洲央行官员有提到说 10月的会应该要再大幅升息3码 然后12月也是要再升2到3码 把这个中年利率提升到2个percent 然后明年的中年利率可能会到3个percent 对 那再来就是说 除了升息之外 欧洲央行也开始讨论缩表了 虽然说 9月的会议上面 其实他讲的是说 现在来讲缩表可能过早 可是近期我们从委员的一些公开发言里面有提到说 他们应该会在年底之前慢慢开始讨论这件事情 那有可能会在明年上半年启动缩表 这是欧洲央行现在给出的一个方向是这样 对啦 那我觉得要怎么去看待欧洲央行的这个货币政策的一个动向 我觉得其实可以看出欧洲央行是非常极力想要避免 前面刚刚提到的政策事务 来去重到就是美国70年代的一个辅策 那再来就是说欧元近期还是持续弱势 还是在一美元以下嘛 那这个东西对欧洲带来非常庞大的一个输入性压力 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欧洲央行从下半年开始要 非常积极的一个加快紧缩的注音 那我觉得我自己心里在想啊 就是说 如果欧洲真的进入到能源补贴的一个竞赛 欧洲央行可能也会像英国央行那样是动摇 就是说他现在又要大幅的升息 又要缩表啊 但是如果他真的进到能源紧缩的话 我觉得他可能也会 就是一边紧缩一边纾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 但至少目前为止 因为能源补贴竞赛还没有发生嘛 就是欧洲央行还没有要转向的一个状况 好建议听众朋友可以持续来观察我们的这个 每天早上的短评啊 针对这个英国他们的mini budget 其实我们那时候短评也有发 那德国现在开始要做这个能源补贴 其实我们来观察一下 德国最后究竟会不会实施 那他怎么样去解决他的经济 现在看起来欧洲的各国 就是这个矛盾冲突 看起来有可能会放大 所以大家持续来观察一下 这会影响到什么 影响到欧洲央行最后的决策 OK 我们今天其实从这个INF看到了这个欧洲 我们发现其实在经济的部分真的有一些问题 尤其是这一次恶物的冲突 然后核心又在欧洲 我们用欧洲来看一下 现在的整个经济的状况 其实下一个主题我们要聊到更直接 也就是大家最常在投资这个市场 美国流动性有没有问题 经济有没有变得更不好呢 下个主题聊 好 马上回到我们第二个主题 我们把视线拉回来美国了 也就是这一次资金紧缩的核心 大家都在看他怎么懂 联准会一心一意要对付的 其实就是通膨这两个字 不过我们知道了 这个月发布的美国核心CPI 其实还是创高的 Ryan 你觉得市场跟联准会 对于通膨的看法有没有改变呢 好 那我其实我觉得 在通膨的部分 我觉得其实市场对于通膨这件想法 是没有太大的改变 那其实我们对于通膨的看法 也没有太大的改变 其实我们今天一直把 就是美国通膨定调成 就是绝对值一定会持续的上升 因为其实就真的 全球原物料也涨价 原油价格也涨价 那它里面的一个 就业工序不平衡的一个因素 也是让它的服务业持续的一个涨价 这件事情就是持续的发生 但是年增率 它其实真的会逐渐的看到高档 我们原本预估的时间 就是大概在Q4的一个 时间点 那其实目前这个 核心没有放缓的状况 是来自于租金 就是比较滞后的一个 房价跟租金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等一下我后面会再解释一下 那我觉得现在的一个通膨 就是市场有些会担心说 像可能说能源价格的这个部分 但我觉得能源价格这个部分 它是比较偏供给端的一个因素 所以其实联准会 它其实并没有办法去调控这个部分 然后它现在的确还有不确定性的风险 而且联准会也都常常会在 公开发言里面提这件事情 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 这件事情的影响力 其实是越来越低的 只要油价没有大幅 就是回到创高的那种高点 其他年增率是真的很难再上行 尤其到了明年之后 所以其实这个影响力 我觉得是越来越小 所以市场才会把焦点放到 核心通膨创高这件事情 因为核心通膨才是联准会的需求段 它可以去控制的一个部分 对那美国它现在目前的一个通膨 就是面临主要面临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它的就业市场的供需 还是非常的不平衡 因为疫情之后 其实真的太多的退休人 就是55岁以上太多人 就是离开直接离开就业市场 离开劳动市场 对离开劳动市场 所以它就业供需还是很不平衡 那这个会推动薪资的一个上涨 那你推动薪资的话 就会相关服务业 可能都会有一个上涨的一个现象 那另外的话 就是在房租的这个部分 那房租现在目前 其实联准会认为 能够放缓的一个时间点 是在明年的一个Q&D 因为房租这件事情 其实都是还是要等重新签约 合约的问题 对合约的一个问题 它还是到重新签约的时候 才可能会有一个新的一个价格 那我觉得这个看法 我目前是蛮认同的 然后也跟我们其实今年讲的一个 方向差不多 就是到Q4可能会见高 然后可能之后就是会逐渐放缓 那这个原因是这样 其实如果你看到 今年年转会的这个大幅的加息 其实已经明显的反应在 美国的一个房市上面了 那我举一个就是 这礼拜刚公布的一个数据 就是10月的一个 独动薪务市场的一个指数 那它其实 最新指数是38 那已经滑落到 就是2020年3月的一个新低 所以已经是 这是大水漫灌之后的最低点了 对 没有 因为这样已经大水漫灌 又大幅收水后的最低点了 对对对 因为其实升息真的升得很快 OK 对 那其实你去看到 它里面还有一些细项的调查 可能说包括说 你觉得说现在的销售状况怎么样 或是你觉得 有没有潜在一个机会 或是未来的一个 6个月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展望 就是这些指数 全部都回到疫情时期的一个水准 所以其实我就蛮认同 林总维的观点 我觉得说 可能真的很有机会在明年上半 就看到房市的一个 不管是价格或租金 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放缓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 如果有去看一些 美国房屋的网站的话 其实现在已经反映在一些 西部的一些 比较高价的一个住宅上面 就已经有开始 大家都预期 它会开始出现跌幅的一个状况 那它就是需要一点点时间发酵 那我觉得明年的Q1底 是一个蛮合理的一个时间点 OK 其实Ryan在之前的Podcast 跟快报也都有提到说 美国这一次的CPI 其实房租占了很重要的因素 那合约的部分 其实也跟大家讲过原因了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直接到M1官网来看 这个美国房屋 那包含了ZERO数据 包含了美国房屋利率 其实美国房屋利率越来越高 那美国当然新屋销售 它现在状况就是 Ryan刚刚提到的 所以大家可以再来观察 所以看起来就是联准会 它的升息 其实对于抗通膨是有效 只是还没有完全发酵 对啊 其实从ZERO看 现在房价是不是年增 4月开始下滑 但是因为房价 其实在美国那边 它年增还是正的 所以表示说 相较去年 它房价的还是正正账 所以它可能真的 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因为其实IMF这次的报告 其实它对于通膨 也有更详细的一些说法 它说其实这个升息 抗通膨 在承收市场这边的 效果是会更明显的 也就是说 它觉得明年的 承收市场这边的通膨 下滑幅度 可能会比新市场 以幅度上来说 来得大一些 然后它在就是 综合的一个通膨路径 它其实也认同说 Q3大概就是综合通膨 不是核心 综合通膨的一个高点 所以我们已经 借由刚刚Rand的回答 和Vivi的补充 我们已经大概知道 通膨这件事情 看起来 应该是明年会 有望环节的 既然通膨有望环节 我们就来聊聊 联总会一直用 打需求面 然后来压定偷膨的经济 这一次看到 彭博提到 衰退几率100% 其实用季度看 好像已经是 我们已经达到 美国已经达到 衰退的定义了 最近也看到 美在植栗率 我们前面也有讲 实践三年 也终究来到 倒挂的一个状况 2022年剩下 两个多月了 美国的经济的 基本面数据 你觉得有什么 要让听众朋友 留意的吗 好 其实我刚才是 延续前面那一题 我们其实觉得 市场对于通膨 这个部分 它的预期 那些其实我觉得 已经差不多 收容到一个程度 我觉得现在市场 比较对焦的是 接下来的一个 衰退状况 我觉得其实 目前的一个 衰退几率 真的是再提高的 我先从刚才Roger 讲到那个 就是十年期间 三个月这个倒挂开始讲 其实这个现在目前 我们目前实际的 那个美债殖利率 是没有倒挂的 那他这个是财政部 他在计算 他的那个 他每天会公布 殖利率的曲线 那他计算出来 这个曲线 就是在10月18号的时候 第一次出现一个倒挂 这也是回答 很多用户来问说 为什么民放官网 这边还很近 还没有倒挂 对 但那个就是 因为是算出来 他就估那个 殖利率曲线 是长什么样子 算出来的 对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它代表是说 现在表示 现在的货币政策的紧缩 已经影响到实体经济了 那我这边其实简单解释一下 其实倒挂的利率 就是没办法去 再去刺激银行 去做一个放贷 因为长得利差不够大 那他就 他放贷没意义 他放贷没意义 没有赚头 对 然后企业他其实 有时候他可能有一些 短期的融资需求 那以短之长的时候 他的融资成本也 非常非常高 所以会把整体的一个经济活动 做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压抑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长期来看 殖利曲线应该是要一个正的 而不应该是一个倒挂状况 对 那第二个的话是 我觉得在财富效应上 其实美国这边是 我觉得很高的几率 会在接下来的一两季内 看到消费很明显的一个放缓 因为其实你想想一下 就是美国现在一般民众 他持有比例最高的两项资产 就是股票跟房子 那股市就不用多说 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今年就是跌跌不休 那根据连准会的一个数据 其实Q2在Q2现在已经Q3了 就是Q2的美国民众的资产的价值 他的大幅下降的幅度是6.1兆 光是Q2他来看 还不算Q3这个时间 还没有算Q3 其实光到Q2就已经下降6.1兆 那都是来自于股市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刚才前面也讨论到蛮多的房市 房市的确年增是增长 但是年增也一直一直放缓 那如果说接下来货币政策请说 进步的去传导到房子的这个价格上 可能会连房子这个资产的一个价值的增长 都会变成负的 所以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去 额外的刺激民众的一些消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可以配合一些 现在一些房市数据去推估到 接下来美国真的很有可能 它的一个消费会出现一个放旺的现象 所以其实整体还看着 我就觉得美国民众消费 企业投资这些经济活动 都是很明显的被压抑 那最后的房线就是就业市场 那这边我先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其实联准会 他就是预期明年的一个失业率 是要上升到4.4 就是在那个他的9月的一个FOMC会里面 然后GDP增长只剩下0.2 其实你GDP增长0.2 就直接算帅推了 就是-0.1也算帅推了 其实我觉得就是基本上 他们是认同这个观点 那尤其就是最近有一个委员 就是克里夫兰联储的Master 那他在10月10号的时候 他其实在公开发言里面 其实是直接讲到美国衰退这件事情 那他是讲说美国 他觉得有可能有个轻度的衰退 但是他不觉得会是重度的衰退 但是这件事情对我们 像我记得我设备把这个资金 抱在我们的州会上面 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也是很重要 这等于是联准会 第一个出来讲说会衰退的 所以我现在是觉得 这个衰退机率真的是蛮大的 那这个衰退机率蛮大 就是到后就是看这个就业市场 它会到什么程度 然后决定它是轻度还是中度的 如果有在关注 就是M平方在讲的景气循环 会知道当今天要从第二项线 真的有这个机会落到第三项线 就是衰退项线的 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看就业市场 所以刚刚Ryan提到 为什么我们最后还是要hold住说 他的就业市场 不管是出领失业就业金 还是失业率这些 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原因 就是就业市场到底会被破坏 如果这些目前的需求被破坏 他没有伤到就业市场 或者就业市场只是被影响一点点 看起来还是有可能hold在第二项线 而且经由联总会的转向 他搞不好真的又回到了第一项线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大家来关注就业的状况 我现在想要来问一下流动性风险 因为我们今天的pocket主义就是流动性 这次的快报的第二个主题的下一句话 就是流动性紧张正在上演 Ryan你发现了什么样的数据 你觉得这个数据会影响到联总会的决策吗 好那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才刚讲完长短立差 那其实这个长短立差 我们常常跟大家讲说 你看长短立差的倒挂 因为他没办法正常的支持实体经济的活动 所以他如果倒挂太长一段时间 维持一段时间可能三到六个月 那他其实就是从大概七月初倒挂到现在 十减二 十减二就是已经三到六个月了 十减二已经差不多一季了 对所以这个部分我就从这块去进一步延伸解释 就我们前面有说 其实金融啊或者银行机构 在这种长短立差 就已经无利可图的情况之下 因为他的你看马现在可能消费者在放缓 其实你的放贷的一些风险 或是信用风险利差都很高 他们是不愿意再去把钱借出去的 对所以他们为了获利 他们其实会把很多的资金拥挤的集中在在市中间 你说赚少少的殖利率吗 对赚少少的一些可能说 可能说现在倒挂了 所以我十减三倒挂 那我就去做隔夜跟三个月 再更短的 我就再做更短的 然后这种就在在市通常就要养券 那其实金融机构一直在进行这种行为 但是你重点是 你用这种就是隔夜跟三个月 你的利差一定很小很小 那你想要有获利怎么办 你就只能杠杆 放很大 你就只能杠杆 对你让你杠杆下去的话 其实这是让金融整体的一个杠杆风险是增加的 那我们从我们前台官网的数据 你可以在美国的总经成经单里面 那里面有个联准会的一个区域 你可以去看就是 我现在认为啦 就是联准会它有个主要的一个融通措施 我可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历史典故 就是以前联准会这个主要融通措施 是因为它是最后的一个贷款者 所以你使用这个东西 人家会觉得你银行是不是有问题 是不是有危险 你走到最后一步 对所以市场可能会担心 你这家机构是不是有问题 你怎么会用这个东西 但是你去看现在今年 今年其实从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是它是利率的上缘啦 现在目前是3.25% 就是银行现在超多银行在借这个钱的 那你借了这个钱 其实你去看 现在的三个月其实比这个高的 所以其实是有空间可以去做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应该是 借了很多这种钱去做这种养券的一个行为 对要不然的话就不会从今年以来 一直持续的一个增加的状况 对那另外的话就是 在就是9月底的时候吧 有一个瑞幸危机的传出 就传出来吧 这消息传出来 那其联准会就是 对于海外的央行的一个货币互换措施的余额 也是上升到就是去年底以来的一个新高 对 它是上升到那个高度啦 没有创高 但是就是使用量整个拉起来 高水位 对高水位 那这个是2020年就是Q1流动性危机发生的时候 就是开始就是因为海外美元的流动性很紧张嘛 所以美元那时候 我记得是攀升到100多 现在可能不觉得怎么样 但是那时候攀升到100 那时候的100多 对那时候100很高了 所以那时候联准会就推出这个美元这个最后贷款者的这种流动性的措施 他就借海外央行美元这样子 所以在2020年的时候 美元流动性有问题的时候 这个使用量就是直接大幅飙高 那这一次是就是今年以来第一次飙高成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美元流动性正在紧张的一个指标 代表海外机构的流动性也出问题 所以他需要美元了 对但是这个目前他的余额的量不多啦 但是我觉得第一次看到还是要留 因为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他就是一直上去了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流动性的一个问题这样子 OK 那第三个指标的话 我觉得是比较复杂一点 它是FRA-OIS一个利差 那这边先简单介绍一下 其实就是FRA就是 它全真是远期的一个利率协议 就是反正交易双方 它是互换一个利率 然后是远期 然后一个是固定 一个是浮动这样 那另外的话是OIS OIS的话是隔夜的 那它就是隔夜的一个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无风险的利率 那这两个相减 就代表说银行或是机构 它要求的一个报酬 就是你如果说市场的风险程度越高 那我要求的一个远期的一个利差就要越大 越大 对要不然的话 你这不确定这么高 对我为什么要跟你互换这样子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代表说 其实市场的一个避险情绪是在升高的 就是大家越来越担心 会有流动性的一个问题出现 所以这个指数我觉得是特别重要 因为这个指数在我们今天录的当天还在创高 所以我觉得是流动性问题正在紧张 就比方说联准会今年以来的一个升息 甚至是缩表 是真的已经影响到竞同市场了 然后这个部分 我们把这张图也放在这个资讯栏 然后就是听众朋友可以直接点击这张图 去看一下FRA-OS 也顺便了解一下这里面的名词的定义 OK好那让你请继续 好因为刚才Roger其实有问到一个问题说 联准会会不会因为这样去做一个转向 其实我目前是从委员的一个发言来看 我觉得他们短期还不会 因为现在的一个目标还是抗通膨 那其实你去看就是英国央行发生一个政策矛盾的时候 还有瑞幸报一个危机的一个消息出来的时候 其实现在的一个副主席就是Brenner 他在9月底的时候就在一个公开的演说里面有讲到 他说委员现在说现在很关注说 海外的这些国家这些在不利的冲击 因为美元很强 然后美国一直紧缩 所以对海外的金融是有一个不稳定性的一个风险 但是他们当下的政策 重点还是在高通膨环境下恢复价格的稳定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 才是他们现在首要关注的问题 就是没报之前 我猜他们可能不会因为海外的因素 就是他们还是以美国资深为主 我怎么会以你海外为主 我一定先把美国自己弄好 我才会关海外 所以我觉得短期是很难去改变他们的这个紧缩的行为 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算蛮危险的 所以跟那个刚刚我们前面讲到欧洲 其实有点像 就我觉得现在全球央行都有一点是想要 就是给你升息升到最后一刻 那在这个流动性风险真的爆掉之前 如果通膨降下OK那没事 但是在还没有发生通膨环节之前 就是不断去拼 拼到最后一刻 拼到极限 对那英国可能是比较先爆掉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像现在我觉得 他们拼到极限也是对的 因为其实刚刚Vivi有讲那MF那说的 就是你现在不把通膨压下来 你造成的是长期的问题 货币政策等于没做 要重来 对都已经升到这了 你不把通膨控下去 哇那到后出事就是长期的经济衰退了这样子 也不是摔退了就是会超低增长 我记得Renna跟我们分享 Brenna讲的那一句话的时候 我就心里有一个OS 意思就是说 海外的状况我知道了 但我们还是要打通膨 大概就是这样 算是这个意思 反正我们就是先解决我们自己国内的事情 其实我记得还有另外一个 好像委员也是 想到Barkin吧 他就有讲说 就是美元问题 美元外溢的问题 他觉得没有超过美国自身经济重要 这么明确? 其实这蛮符合美国人的 我觉得他符合他们的种族性 让美国再次伟大 虽然不同人 但是对差不多意思这样 OK好 那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下 就是跟投资有点相关 就是现在我们都在等待 就是经济究竟是不是软着陆 至少大家都期望不要到硬着陆 就是大家在持续观察 全球现在大家都在看 就是资金大买加联准会 每一次FNC 今年变得更重要了 那如果现在的路径 还是要对付通膨 那现在的经济环境 又处于在这种 比较是衰退的边缘 然你觉得在资产配置上 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听众朋友 其实我觉得今年大家的配置 应该都很suffer 就假如说你不是很灵活的操作 你都是长线配置的话 因为你什么东西都跌 股债都跌 所以我觉得其实 大家在担心软着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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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之前有沟通过一个观念 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如果真的发生了 说不定可能是好事 因为就是我们看总金做投资的时候 它最好就是我抓得到它落底的时间 而不要像现在这样子 我永远不知道连组会升息到哪里 这样其实反而 这种不确定性其实才最可怕 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如果说要给大家一个配置的建议 我会觉得说 当然你手上没现金 那就没话说 你可能真的要等到衰退通通下来 那种就比较难解 但如果你现在还有资金可以调配的话 那我觉得这是短期应该 真的是以现金为主 对然后在世的殖利率 其实我觉得已经是到一个 不错的一个水准 虽然说可能连准会还有一个往上升的 因为像这一波就是 其实连准会的明年在2月的 一个Faywatch的一个升息几率 已经到了4.75到5% 就是其实有提高1码 然后今年变成18码 18 对其实都有提高 就是在核心的CPI 就是创高之后都有提高 但是我觉得 这个东西就变成这样 就是你这个在世值率 假如说你自己真的是有一个 长期的闲钱 其实四帕多的殖利率 其实真的已经是 我觉得算是不错的 那只是你在投资的时候 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其实从现在房市的数据来看 因为房市通常会领先经济 那现在房市已经大幅的下挫 所以之后经济如果跟上的话 其实连准会我觉得它要再宽松 可能说什么超过两年以上 的机率真的不大 那你债券一买都会是 一两年以上的 你随便买都是年线很长的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买了这种 四帕的债的殖利率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做汇率的避险 你如果没有汇率的避险的话 那你都换了美元 然后买这个债 那四帕的顺便到 等下就被汇率吃光 汇率一下就吃光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两个选择 就是你握比较多现金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 在这些值率不错 你有看到很好的公司的期限债 或等等的 那你要记得有一个 汇率风险要去把他避掉 这样子 刚刚亂讲到 我想到就是 其实对总经来看 股汇在原物料 那美元其实也是算是一种资产 那如果今年真的放一点 现金在美元 其实你现在应该也是算是 少数的正资产 对少数的正资产 好 那我们今天从这个INF 一直看到了欧洲 然后最后看到了美国 甚至我们把流动性 好好来讲一下 那我觉得流动性这件事情 就邀请听众朋友 就是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 因为真的发生流动性的危机的时候 他可能经济下挫的速度 或是经济下挫的时间点 可能都会有一些改变 所以邀请听众朋友 刚刚讲到这几个数据 都可以直接到INF 的官网来看一下 那今天Podcast 大概会聊到这边 好 那我们就来回答用户的问题 我这边有三个问题 那想要问一下两位 就是今天参加的这个伙伴们 第一个问题呢 是来自于这个 Apple Podcast的留言 这位用户叫NTU9M 非常好 非常相学 他想要问的就是 欧元走势的判断方法 首先他就讲 有吹捧一下 INF 对于英国减税事件的整理 很感谢 那他想要问的就是说 他想要询问判断 这个英镑跟欧元 这两个汇率的走势 要怎么看 然后举例来说 上一周 可能前几周吧 有一度欧元出现震荡走高 要怎么解读 比较好呢 希望能成功辨识出 欧元走势 是反映市场情绪 还是经济 更加恶化的现象 那我们请 你别拿回答好了 OK 那欧元跟银棒 其实都是属于 政策型的货币 不像台币这样 台币可能是出口型的货币 所以对于这种 政策型的货币 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是 还是看货币政策啦 或者是他的一个货币政策 跟美国的一个差额 是怎么样 以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你知道货币政策的路径 那再来就是说 现在市场预期到底是多少 以及现在的价格 可能是已经pricing多少了 对 那其实你去看 欧元跟银棒之前的一个走势啊 其实除了重大事件之外 例如是欧债啊 或是脱欧这种重大事件事件 基本上他们有 比较大的行情波动的时候 都是在这种货币政策的 转向的重要事件点 那例如说像近期 为什么 呃 亚币就是一面的岛嘛 但是欧元跟银棒没有在破底 尤其是欧元 主要是因为市场 其实对于ECB 欧洲央行的升息预期 是一直在调升的 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谈到嘛 甚至欧洲央行也开始讨论锁表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如果要去看欧元跟银棒 这两个会是 比较可以关注的地方 那也可以到我们的 欧元跟银棒操盘的币看 对我们都有把影响 这两个匹别重要的经济数据抓出来 嗯 我们超判人必须看 古会在原物料的会市 就是欧元跟银棒 其实我们都做完一整个系列了 所以里面跟欧元相关 跟银棒相关的这些indicator 其实你都可以上去看 那希望这个对酒店有帮助 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要来问Ryot 这位用户也是Podcast的留言 他是梦公 梦周公 相信应该是友战的好朋友 一起来这个 想要问我们总经的问题 那他有问两题 比较长 我就分开来问好了 第一题他想要问的 应该就是直立率 他说他有在跟着银棒在学习 这个有讲到 我们在讲的经济环节 就是直立率倒挂的环节 主要来自实歪往上 那这样的发展 Ryan之前有讲到 对于经济是比较正向的解读 那他想问 不知道是否这样可以解读成 这个意味着市场 对于长期经济成长 大于通膨呢 可以解释一下原因吗 因为我看他这个问题 是10月11号回 那我们现在回答问题的时间 是10月21号 然后我可以跟你 因为我们之前就把美债 拆成三个主要的一个因素 那就是通膨预期 你可能可以去看平衡通膨率 那第二个是 实质利率跟经济的一个预期 你可以把它想成 在现场的利率预期 但利率预期里面会分成 就是跟政策利率有关 或是跟经济的预期有关 那这个我们会去看 Tips的殖利率 然后最后会看一个 就是说期限益价 就表示说市场认为说 现在你持有 美债常债的话 你要有多少的一个 风险益筹 那我要说 主要分成这三个部分 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 10Y的这个常债上升 就是你要去想下 现在10Y在上升什么东西 它在上升哪一块的东西 那我讲一下 我现在10月21号 看到数据的一个想法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一次从密大的一个最新数据 通膨预期上升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次10Y 有蛮大的一部分 是来自于通膨预期的一个上升 你去看平衡通膨率 你就会知道 那另外一个 现在其实美国在市 因为在金融业 他们就一直去养卷套利 然后有杠杆的一个情况下 你去看期限溢价也有上升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现在这两个 通膨预期跟期限溢价 都是支持常在上升的 殖利率上升的一个情况 所以它好像并不是来自于 长期经济成长 因为如果它是要 长期经济成长的部分的话 它应该是要看到 实质利率那边很明显的上涨 但是实质利率这边的上涨 看起来比较像是 废话局就是再上条一码的 动力比较是来自于这里 所以其实我觉得好像并不是 现在的一个市场的解读 好像并不是往这个 长期经济发展大于通膨这个解释 反正我们本来看 实质利率本来就有三种不同的面向 那每一次可能它往上 这个上升的原因 不大相同 所以也就是Rion刚刚提到了 可以上来观察 这一次上升的原因 其实不是跟 长期经济成长有绝对的关系 所以可以上来看 就你要把它分开去采解 去看一下是来自于什么成分 OK好 谢谢Rion解释 那我们问第二个问题吧 一样是问Rion 他应该也有发表到上一次联准会在讲的 就是时日利率要大于零 OK 那他这边括号他自己写的是 明目利率只要大于核心PC 他想问的是 你把利率定在这个经济数据上面 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Rion 好那其实这个就要从那个 联准会或全球央行 为什么会定一个2%通膨目标 其实他定出一个2%通膨目标 是希望一般民众有一个2%的通膨预期 这样子你才会有一个 你知道每一年都有2% 所以你就要去把它消费 因为你知道接下来会 预期在这了 对因为预期会有通膨 所以你要消费就要先消费 然后就是维持希望 就是经济可能就是 经济跟通膨一样都2%这样成长 那就长线增长 尤其成熟国家 因为他们已经人口老化 也不会再有太多的心动人 他们就会希望用这个通膨的 适度的通膨去刺激经济 所以他的理论的经济理论基础 是来自于这里 那什么叫做明目利率大于 这个核心的PCE 就是说假如说你的明目利率 真的能够大于这个通膨预期的时候 其实就是会压抑到 民众的一个消费的意愿 对吧 因为我可能我存起来 之后可以买更多 这种感觉 对所以其实如果当这样子 情况发生的时候 他就可以去抑制通膨 所以他的就是 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意义 他就是如果从经济的角度来上 他是希望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现在其实联准会 像包围在上一次的一个记者会里面 就说希望看到整条的资历曲线都是正的 然后目前其实就是短期的 像可能说你直接用 现在的就是政策利率去减 那个通膨的话 现在是负的 那现在就剩这一块 那其实他们现在就希望说 我把我的政策利率就拉到 像现在核心PCE 预约数据是4.9亿 但是其实联准会 他看的是季度的 他们在算什么泰勒公司 那些全都是用季度的 所以季度是4.7 OK 所以他们其实就说 我把政策利率拉到这个4.7以上 那其实就市场就不会再对通膨 有过高的一个预期 就开始有压抑通膨的一个效果 这样子 好谢谢Ryan的回答 希望这样有回答到这个 孟先生 我不知道怎么 你真实的名字了 孟先生的回答 好那第三个问题是来自于LINE 这位用户是Danny 他想要问的是 目前中国股市行情怎么样的看法呢 怎么看呢 那请Vivi回答 这个问题就这么直接 好简短的问题 但好一言难尽的问题 对 那中国的话 其实他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在政策的传递 是比较不善的 一部分是因为清零政策 那另外一部分是中国 其实他在做这些刺激 其实在房地产的政策 他一直都没有太大放款 包括说一直提到 房住不吵等等的 那我觉得这个政策 中国的股市 他一直来都是受到政策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 那现在的话 大家最关注的是20大 那20大我们从他的 开幕的一些 开幕的一些讲法 我们会看到说 其实中国对于这样的政策 还是比较坚持的 就是路线是没有变的 那我们在上个礼拜 这个礼拜快报 其实有提到说 这一次20大 他的一个开幕 其实他反映了非常多 中国长期的一个 结构性问题 导致他会有这样的 一个政策路径 那这个结构性问题 也太多了 所以我这边就不细讲 就是可以去快报里面看 但是简单总结一下 中国股市这边 我觉得中国政府 他的一个当务之急 还是要去解决这个 因为清零导致的 经济动能的区化 我反而觉得房市这边 中国的政策 其实他就是不想要杠杆再起来 不想要库存再堆积 所以我觉得这边 房市他有点是 因应他的一个 长期结构调整去做的 但是呢 现在政府为了要去解决 清零导致的问题 他做的手段是 加码基建 很hush 对 所以他加码基建 其实又是 再去重蹈覆册之前的 一些结构性问题 例如说产能过剩 等等的 或者是又再次推高库存 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都是 对于投资中国股市的 你应该要去 注意到中国 他具有这样子的一个 长期的经济结构问题存在 好 希望这样回答 Danny的问题 如果你还想要了解更多 刚刚讲的四大结构 直接到我们的 MPR官网 我们10月19号 就推出了这个 中国二十大看经济改革 四大结构性问题代解 先来了解这个 中国的哪里有 哪四大结构性问题 我觉得对你 这个想要问的问题 也会比较有帮助 好 那接着来到我们 一周一图表的单元 今天这个图表 跟我们这次讲的 流动性的议题 也非常有关系 是我们的 美银美铃美债 选择权波动率 也就是简称Move 那就请Vivi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 分享一下吧 OK 那这个Move指数 它其实是由 美银美铃 它去根据美债的 一个选择权 它的一个银行波动率 计算出来的一个 衡量债市波动的 一个指数 有点类似股市的VIX指数 那我们过往 其实会去观察 这个Move指数 就是去看它 大幅攀升的时候 其实通常都是 连准会有大动作的时候 例如说 08年的降息 或者是2020年的 无限量QE 或者像今年 就算不是宽松 大幅的升息 也都会是在 造成再次的一个 波动大幅攀升 那另外一种状况 其实就是市场 对于VIX的需求 快速增加的时候 也会造成 再次比较大的波动 那在这些时期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会看到 Move指数的一个攀升 那例如说像今年啦 今年的话 其实就是连准会 做非常大的动作嘛 然后市场 我们刚刚聊了一集 就是对于 衰退的一个担忧啊 造成市场的 这个VIX的情绪 是比较高涨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是Move指数 它持续的在创高 那这个Move指数创高 其实现在在反映的 其实就是 债券的一个流动性 它正在收紧 包括说我们去看 9月的一个 美国一级交易商 它在短期的一个 美债抵押回购当中 它没有办法去进行 结算的数量 是创下2011年的新高 那另外你如果去观察说 美国公债的一个 买卖价材 是不断在扩大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些东西 都是在反映 债券的流动性 是越来越紧张的 那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 通常也都是在 市场存在非常大 不确定性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去观察 这件事情呢 其实如果去把 这个Move指数 跟股价跌图来一起看 会发现说 过往Move建高的时候 其实对应到 都是股价相对的低点 那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非常关注 在捐波动率 什么时候会降下来 就是这个Move指数 什么时候不再创高 那当他不再创高的时候 其实就代表说 市场这个流动性 紧张慢慢的在缓解 好的 非常谢谢今天 Vivi还有Ryan 一起来参加我们 这一次的录音 今天讲的内容 包含刚刚提到 关注的这个Move指数 美元 FateWatch 窗口贴线余额等等 在报告里面出现的 都可以在M平方的 官网上可以看得到 如果你没有办法 一次阅读 上千章的趋势图表 也可以直接到 我们的MM Pro快报 来阅读研究人的观点 帮助你 可以快速收敛 这个总经的行情 那你自己如果是一个 有心得 想要跟大家分享 想要自己有一些 很厉害的图表 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每年都有 30万的用户 会和你在线上 讨论你自己分析的 这些数据图表 跟你互相互动 这些内容 在M平方的官网上 你只要拥有 MM Pro的会员 那总经 其实不需要 靠某某大师 说什么说什么 你有这样的会员 有这样的工具 你慢慢每天练习 你就可以锻炼 自己的总经的想法 跟自己的投资insight 而且现在加入 MM Pro 还可以在年底 自动升等为 MM Prime的会员 我们录这个Podcast 其实是当做 你了解全球经济的 第一步 那也借这个机会 欢迎邀请你们 一起来学习 总经的下一步 那今天的Podcast 就录到这边 那希望我们 记得在下方 给我们五颗心 并且给我们评论 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就下个礼拜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